深夜街道上空無一人 一對男女騎車行經吊殺場門口 發現人行道上有台計車 手把上掛著包包 後座女子竟直接下車 令了包包快不閃人 正在一旁拿東西的女車主 發現異狀 轉頭大喊拔腿緊追在後 但這對鴛鴦大盜卻是頭也不回 加速逃離現場 我還去追 原本我想說不然就一直追一直追 可是想說他們兩個人我一個人 如果真的追到被怎麼了 也是得不償失 回想被搶當下狀況 鄭小姐仍心有餘悸 因為她下班到吊蝦場找男友 誤把車鑰匙繁鎖在車廂 才把包包掛在手把上 想到男友車上拿東西 沒想到一轉身 包包竟被鴛鴦大盜盯上 強案發生在7號深夜 被搶的包包內放了3萬現金 還有貴重飾品 總價值約7 8萬元 但事發突然 鄭小姐根本來不及寄車牌號碼 只好請男友調閱監視器 迫望求助 希望民眾幫忙指認嫌犯身分 他不經 就是沒有覺得放在心上 然後更是這樣子拿走 而且人都在後面 他竟然敢這樣做 真的還滿缺的 由於這對鴛鴦大盜犯 手法實在太囂張 警方目前已經調閱周邊監視器 要將這兩名嫌犯找出來 省之以法 記者陳顧敏三區小組高雄報導 我會知道 那是對鴛鴦大盜犯的